我们在装机前也有一个小小的技巧 我们往往在针对于没有使用过呼吸机 尤其是没有使用过呼吸机这一块的患者 我们要对机器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么介绍的时候 我们要着重介绍于面罩这一块 因为面罩这一块是跟用户直接接触的 这个是最直接的一个用户接触 那么机器虽然在工作 但是它还是离得比较远 那么在这个时候 面罩的佩戴 面罩的使用 对用户的感受都非常多 那么有一些患者 叫有幽闭恐惧症 戴着面罩可能会非常难受 但是对于没有这种状况的人 其实戴着面罩 出货的人觉得这么大一个东西 戴在脸上肯定会觉得不舒服 那么我们一定要在前期 做一些说服教育工作 让他从心理上接受这个东西 那么在整个晚上的使用 效果就会好很多 那么我们跟一般的用户来介绍 就是说像戴这个呼吸机 像面罩在晚上的时候 可能跟我们戴眼镜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一开始可能会不习惯 但是你戴好之后 习惯之后其实是一样的 尤其白天 我们也不需要佩戴 对吧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尤其是针对没有使用过呼吸机的情况下 我们会建议 让用户先把面罩拿出来 这样单独佩戴 大概10到15分钟之间 习惯一下 把这个头戴全部佩戴好 就这么坐在那或者躺着那半躺着都可以 习惯 5分钟到15分钟之间 对吧 习惯好了之后 我们这个时候再把管路进行一个连接 连接好之后 再进行一个开机 我们切记 我们要有点要注意 就是说 不要 首先连好机器 戴好面罩 然后直接开机 开机之后 这个风呼呼的吹 然后再让用户佩戴 这个时候是非常不舒适的 因为我们的机器来说 会有一个叫漏气补偿 或者压力补偿的一个技术 也就是说 当它大漏气的时候 为了保证这个治疗效果 这个时候 它的压力会进行一个上升 那么在压力这么大的情况下 突然戴到脸上 它会有一个比较强的冲击 这会让用户非常不舒服 这个大家要注意 一定是 先戴好面罩 戴好管路 然后再开机 这样机器从一个低的压力 慢慢的往上升 这个会比较舒服 让用户也比较容易接受 当然了 开始去适应面罩 五分钟到十五分钟之间就可以了 真正来说 我们装机成功率 要提高成功率 我们少跑路 对吧 一次性搞定 那么真正来说 就是说 面罩的使用 还有就是 对用户心理的安抚 是非常重要的 一定让他觉得 这个东西是非常有效 且对他生命 对他这个生活 会非常有帮助 这样提高他的自信心 这个时候 他一旦容易接受了之后 他的通缉量上来了 而且那个二氧化碳排出去了 血液也上来了 这个身体会舒服 他就会觉得 这个东西好用 同样的 睡眠病人也是一样的 我们睡眠病人 往往他是属于改善性需求 对吧 他一下子不会觉得 这个睡眠呼吸暂停 对他的身体有多大的一个影响 可能是长期的 可能是更长的 只有对那种严重重度的 非常失碎的 这个患者 可能接受度会高一些 那么对于中度 还有就是偏中度的这种患者 我们在前期的 这个说服教育很重要 其实往往你把它讲明白了 让他接受度了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会采用一些方式 比方说 我们一开始可以把 相对的那个 接受压力调低一点 或者说我们把延时生压 设置于延时生压 让这个压力 广慢的调上来 这样呢 让他从一个低的压力 进行一个比较舒适的做睡 在睡着之后的压力 慢慢上升 然后同时呢 那个全自动的那种工作模式 也进行一个调整 这样的话呢 他会有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让他很快的 就是说接受到这个机器 这个时候呢 我们一方面 一方面 装机成功了 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少跑路 用户也会觉得 比较专业 我们做的专业 那么这个事情 我们就会越做越好